欢迎收看12月11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微命 首先来看股汇行情 市场传出 美国有意推迟对中国货加征关税 投资者却选择观望 亚太股市起落不一 而马股走势则牛皮胶着 全天收市报1563.19点 威扬了1.40点 至于汇率方面 不明朗因素让亚洲货币跌多其少 而马币兑换美元持平在4.1630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Black&White单元 前首相纳吉声称 大马银行将它出卖给刘特佐 包括隐瞒资金调动的消息 决定控告大马银行 对此将权力抗辩的大马银行在消息传出来之后 股价不跌反起 大马银行股价今天最高一度涨至3令吉93仙 最后避世时守在3令吉90仙 全天上扬了3仙 成交量达293万9700股 接下来关注回教银行的消息 该银行跟上国内银行业内部重组的脚步 宣布将落实新股配售 资本回退等等的系列活动 已将上市地位转移给伊斯兰银行 在新股配售方面 回教银行透露最多将筹集8亿令吉资金 已赎回现由朝鲜基金局持有的伊斯兰债券 但实际配售规模和发售价依然有待董事部稍后决定 而整个重组计划最快将在2020年第二季至第三季间完成 亚洲发展银行因为贸易战等影响而下调 亚洲发展中地区精明两年经济成长预测 但保持大马分别成长4.5%和4.7%的预测 亚银指出 大马的实际收入保持增长 失业率也不高 支持第三季的私人消费也增长了7% 然而亚银也警告说 由于政府削减了基础设施支出 造成公共投资下降了14.1%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